中心经为客户端1月1日跌,当地时间12月31日,美股迎来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,全景表现为较大波动。 三大股指走盘高开,道指涨近180点,随后道指涨幅收窄,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先后转跌。 开盘三小时,三大指数重新转涨,道指涨谈涨近270点,收于23000点上方,纳指和标普指数分别涨近1%。 极致收盘,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,23327.46,点,涨幅1.15,标普500指数报,2506.85,点,涨幅0.85,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,6635.28,点,涨幅0.77。 今天是美股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,标普500指数与道指涨年分别下跌6.24%,和5.63%,录的10年来最差年度表现,2018年二者分别下跌38.5%,和33.8%,纳指在2018年,累计下跌3.88%。 结束了此前连续6年上涨的记录,也同样为10年来最差年度表现。 方安部大科技股中,奈飞大涨4.52%,亚马逊和苹果均涨超1%, Alphabet推跌,Facebook跌超1%,芯片类股普遍上涨, 对程半导体指数,涨0.68%,AMD和麦威尔科技均涨超3%, 台积电和英伟达收跌。 其他科技股中,微软涨超1%,特斯拉收跌0.3%, 此前有报道称,特斯拉在美国的Model三库存仍有3000多辆。 中概股涨跌51%,泰克飞时涨16.28%, 电牛金融涨4%,四季教育涨3.73%, 阿里巴巴跌1.47%,京东跌3.59%,跌2.20%, 优线跌4.33%,蘑菇街跌3.93%, 默默跌2.70%,韦品辉跌2.68%, 地球城市跌1.82%,腾讯音乐跌1.08%, 2018年美股波动幅度骤然增大,主要股指曾经跌创新高,但随后出现剧烈反转。 华尔街知名空投分析师Peter Booker 认为,目前美股市场的剧烈波动是熊市的证据。 他承认市场被严重超卖,并认为,股市将迎来一轮大涨,可能会延续至一月,但这并不意味着牛市回来了。 安联首席经济学家Mohammed L.Aaron警告称,2019年美股可能继续剧烈动荡,投资者要准备好迎接更多的市场波动。 他认为,在经历了2017年市场异常平稳的走势后,市场波动正在常态化,如果我们看到道指出现一千点的震荡,不要感到惊讶,这将是我们的新常态。 欧洲股市方面,德国市场全天修盛,英国富士100指数收跌0.2%,全年累计跌幅为12.5%,冲2008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。 法国ZAC40指数,涨幅1.11%到4730.69。 点,2018年CAC40指数,累跌18%,一度陷入熊市。 国际油价方面,纽约油价31日上涨,WTI原油期货收报45.41。 美元头,上涨0.18%,全年累跌24.8%,露得2015年以来首年下跌。 布伦特原油期货收到53.80。美元头,涨幅1.11%,全年累跌19.5。 COMEX黄金期货收到1281.30美元安息,2018年累跌4.2%,结束此前连续两年山脏行情。 中心经纬APP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